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正 歡迎收看正在玩什麼這個節目 那麼又到了我們本月的月龍教學時間啦 那這個月的月龍叫做高尚龍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繁殖說明 點一下這邊 他說如何繁殖高尚龍呢 很簡單就是使用兩隻合起來具有 火焰流水強風植物 這些元素的魔龍 就有機會繁殖出高尚龍 所以呢這四個元素你可以1配3 你也可以2配2 都有可能會中獎 那這邊我還是提供大家一組我個人覺得比較好的繁殖配方 那就是火龍加上春天龍 那長什麼樣子呢給大家看一下 左邊這一隻就是火龍 右邊這一隻就是春天龍 但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春天龍是要靠活動才能取得的 所以他不能夠直接繁殖 那如果你沒有春天龍的朋友們 那你就選 符合4種元素的魔龍 1配3下去配就可以了 那另外這邊我也提供大家一組我個人覺得2配2比較簡單入手的組合 那就是煙龍加上蜜瓜龍 左邊這一隻就是煙龍 右邊這一隻就是蜜瓜龍 那這個組合呢相信新手們都很容易取得 所以這一次繁殖月龍應該是沒有問題 好的那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隻高尚龍的3個屬性 第一個屬性是傳奇 第二個屬性是光明 第三個屬性是金屬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的那今天的遊戲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小鎮我們下次見 掰掰 祝大家都能夠得到這隻高尚龍 掰掰